歡迎來到嘻哈樂園 今天呢我們也要到了香蕉可星 以及我們的天宇啦 要來進行我們的積分爭奪戰的 頭彈手挑戰喔 那我們這個頭彈手挑戰呢 也有無償比賽要進行 之後就可以獲得這個全新的表心啦 那我們這次呢想要玩的是使徒喔 不過呢我們要給各位 看一個東西喔就是我們商店 有賣使徒的能力之心啦 那我們就買起來喔 哇這使徒的能力之心 他大招的距離會增加 我覺得很強啦 那我們本來就有另外一個嘛 所以呢我們就是要來試 試試看這個能力之心可以幹嘛啦 那我們使徒 應該還要配啥呢 配個強攻 好那廢話不多說 就開始來進行挑戰吧 我們這次和香蕉可星以及我們的天宇 一起來挑戰 那就看看我們 這次的挑戰實在可以打到哪裡吧 哇這個網路比較爛喔 哇這個網路比較爛喔 哇無妙無妙的 挑戰賽網路還這麼爛 我殺了一個人喔 而且沒被殺 欸這大招距離真的很遠欸 這差很多啊 我覺得這差很多 非常強的大招 不過就不會毀命了 習慣毀命的話 可以稍微遲可一點 殘血啊 剛剛那個大招我覺得 兩次都用得很適當喔 剛好我們這次挑戰賽 能不能打到最後面喔 能不能打到最後面喔 哇 目前看起來我們三個 打得非常順喔 沒躲到 沒躲到 好像大家放下這網路 爛得非常棒啊 爛的是時候 欸獲勝了獲勝了 我們的隊友天羽還有香蕉可心 真的是很強喔 輕鬆的獲勝喔 獲得200的心灰啊 很不錯喔 很不錯喔 那我們就來 準備第二場吧 放個武裝喔 我們現在使徒呢 10級了 有武裝 男力子星喔 好 好 一環他運用他大招 逼退我們之後呢 他自己在另外一邊進行攻擊喔 他就盪掉 還不錯 盪得好 那網路又不好喔 如果打到後面可能會比較吃力喔 前面的話因為隊友也很強啊 相對的順 打到後面的話就很難說了 好 剛剛以為客人才發大招 所以誰讓大招逃跑一下 哇沒有說掉那個筆巴喔 比較可惜一點 都殘血了說 先把他們拆拆拆了 哇 大招沒充到 好煩耶 那網路爛真的很難打喔 哇 酸筆是第二場 大家比較吃力啊 哇 這是連殺兩人喔 算是蠻爽的啦 我覺得我這次玩的也不算爛 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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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我殺的 不小心死了 差了兩個人喔 我記得以前積分爭奪戰 不是殺八個人就獲勝嗎 是要殺十個人耶 蠻特別的耶 還是是我太少玩 積分爭奪戰嗎 我們記得是要十個人才獲勝 我們記得是八個人才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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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差一次 可是對方才獲勝三次了 那我們能不能拿下勝利呢 我覺得這場蠻緊張的喔 勉強躲回來了 啊 卡牆啊 哇 9比9 這樣危險 太危險 我剛剛不要死就好了 這樣平手嗎 欸平手耶 又跟上次的挑戰賽一樣喔 哇 第二場很精彩 要是我少死一次的話 就不會輸了 非常的可惜 好啦 那我們 今天的積分爭奪戰的挑戰賽呢 就到這邊結束 那記得訂閱下留言 那追蹤我們下一部影片 我們下一部影片就會告訴大家 我們繼續 去打接下來的戰況啊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